真的是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地铁司机 现在还在成都成了家 成为了一名妈妈 生活也过得很幸福 这些都是意想不到的 我现在在成都地铁四号线是一名电车组长 平时负责试车线的一个车辆调试 信号调试 协助一些培训新学院的工作 我是2011年进入公司 都是担任的电车司机 然后电车组长的这样一个岗位上 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是在那个不足两平方米的一个司机驾驶室里 每天在那个灰暗的隧道里穿梭 确实每天工作都是重复的 但是我们一工作就必须要认真一丝不苟 我还是挺喜欢这个职业的 因为觉得这个工作还是挺有意义的 因为每天把那么多人就是送到目的地 我的家乡在甘孜州丹巴县八底镇 然后15岁初中毕业 当时我就报名然后参加了考试 当时是考的我们丹巴县的第四名 我还记得他们那天到学校的时候是晚上 因为从康定从州里出来到内疆要八个多小时的大巴 到那天晚上的时候学校各个部门是全体出动 包括后勤食堂跟他们准备了非常热乎的那些馒头啊粥啊 那些都考虑着他们的饮食的一些习惯 当时去接他们的时候 那种小孩的脸上全是那种高原红的那种 就是你一看你就知道是藏区别的孩子 然后非常的宠服 穿着那些都非常的那种朴实 自从跟他们打上交道以后 那就基本就不分双休日什么下班时间 当时我们总是在一起的 为了让他们不感到孤单 每个中午都要组织他们活动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活动成了活动组织的专家了 去周边的城市了解内地 到附近的私院去开联谊会 如果当时没有9加3的话 可能也不会重新找个学校读书 因为我当时是从来没想过 自己可以重新进入校园 重新去学习 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地学习专业知识 珍惜这次机会 四川省藏医区9加3免费交易计划 实施有11个年头 那么内地先后有100余所 中职学校承担了该项任务 累计培养了藏医区9加3计划学生 10.3万人 那么其中藏区学生5.8万人 那么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超过了90% 哎呀 太高兴了 可以说因为9加3改变了我的命运吧 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让我的家庭走出了贫困 用消防的话说就是 他本该就像他年长两岁三岁的姐姐一样 外出广州打工 走上那条老头 正是由于这个政策出台 他看到了改变人生的希望 这个政策出台不仅比他 还跟众多的藏区的孩子带来了希望 实现了他们的努力 甚至还改变了他们 改变了他们的家庭 我觉得作为一名女性的话 接受教育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教育可以让自己更加的独立 我希望通过自己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种积极正面的引导 希望让大家在我身上看到 通过自己的努力付出终会得到回报 会过上自己美好幸福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